歡迎大家收看梳眉廚房 今次和大家去吃The Farmhouse的自助晚餐 在KK Day上購買,每人只需要600多元就可以吃足4小時 還要是假日的自助晚餐 相對上,平均的價錢還會更便宜 立刻帶大家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凍海鮮區方面有 麵包蟹、小龍蝦、蝦、青口、長腳蟹腳、鑼 旁邊還放了沙律和幾款醬汁 日式美食區方面,各類壽司、冷麵 刺身櫃裡面有鯛魚、油甘魚、三文魚、吞拿魚、八爪魚等等 冷盤前菜區有各類的Hems、異色三文字、醬汁、生果、三款芝士 可以自製芝士沙拉 還有比較特別的白毛豬、毛花果沙律 配料可以自己選擇 入座之後,職員每人會派一張卷 可以憑勸去兌換奶油芝士焗龍蝦 每人只可以憑捐拿出一份,即是半邊的龍蝦 當時我第一個菜就拿了這個龍蝦,所以不用排隊 還有肉眼扒和烤豬胺 另外還有豆類、焗薯、炒蔬菜、千層麵、燒春雞 以及地中海式的焗爐魚 即制燒烤區方面,有羊架和大蝦 排隊人數都幾多 中式美食區方面,上湯焗龍蝦每人每次限取兩件 但可以無限拿 有蒸扇貝、蒸魚柳、菜、咕嚕肉 以及小小的海南雞飯 燒味區方面,有些基本食材 叉燒、油雞、燒肉、中式的湯 旁邊還放了西式的龍蝦湯 麵檔區方面,可以選擇辣沙或雞湯 再配上自己選擇的食材 比較特別的是有蝦、蜆等等 印度美食區方面,有薄脆、香料烤雞 薯仔椰菜花咖喱、羊肉咖喱、印度香飯 而同區方面,有通芯粉、三文治、芝士薯餅、雞塊 燒品區 大家可以看到,雪糕櫃裡的雪糕有超多款式 它的口味都比較獨特 包括有椰子、Tiramisu、燒酒提子、薑藏奶等等 燒品櫃裡有檸檬蛋白撻、煙花水順圓餅、藍莓芝士蛋 綠茶紅豆卷蛋等等 還有各類的糖果、蛋糕、織製的鍋膚 款式也不算少 還放了西瓜、菠蘿、蝦蜜瓜、芒果布甸、Mousse蛋糕、朱布力蛋糕 麵包蟹的蟹糕超級多 而且非常Creamy 肉質都不錯 我Encore了幾隻 小龍蝦方面,蝦糕都很多 你看到是金黃色的 肉質方面都好新鮮但牙不錯 熟食方面,精線貝和上湯焗龍蝦都絕對值得Encore 上湯焗龍蝦好入味,而且非常爽口 肉類方面,我覺得豬安扒比肉眼扒更好吃 另外印度烤雞都非常好吃 突然中途,有職員推了一輛餐車出來 還有廚師負責切,威寧頓牛柳 我當然要排隊拿了一份來試試 威寧頓牛柳是一定要吃的 因為每人行取一份 肉質很鮮嫩 跟外面的肉眼扒完全不同 絕對推介大家要試吃這個 即燒羊架和大蝦都很好吃 不過大家可能要排隊久一點 刺身方面都很厚似,特別推介油甘魚 吞爛魚就不推介給大家了 甜品方面,水順元餅非常精緻 今次已經是第二次再吃這間自助晚餐 上次的凍海鮮區是有龍蝦任食的 所以今次變小龍蝦有點失望 今次多了威寧頓牛柳,值得一讚 總括來說食物的質素都非常高 喜歡的就like這條片 和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下條片再見,bye bye